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胆的小孩 看起来凶猛的巨蟒竟然变成了他的玩伴 小小的牙齿居然能够咬着饭桌支撑起自己的身体 只要肚子饿了 连地上的木棍都不会放过 你以为这就够厉害了吗 还不止呢 小孩还有个天才姐姐 只要他把头发绑起来 就代表脑子里有了奇思妙想 瞬间化身为爱迪生 不论是什么破铜烂铁 都能被他变废为宝 哥哥更是不得了 拥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样样精通堪称最强大吗 可就是这样三个在外人眼里是别人家孩子的姐弟 却遭遇了令人痛心的事件 这天负责管理财产的胖叔来到三人面前 告诉他们家里失火了 并且父母在这一场大火中不幸丧生 而外出的三个孩子幸免于难 于是他们就这样成了孤儿 再次踏进家门 眼前已经变为一片废墟 可是根据胖叔说 失火原因怎么也调查不出来 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就这样消失 三个孩子不知该何去何从 幸好父母为他们留下了一大笔遗产 但是最大的大姐也还没成年 所以暂时无法继承 为此 胖叔找到了孩子们的远房亲戚 八杆子打不着关系的表九 由他来做孩子们的监护人 胖叔说表九是个演员 听起来是个体面的人 没多久他们就到达了目的地 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温馨的别墅 看见这么漂亮的房子 孩子们再次感受到了家的气息 谁知这并不是表九家 此时 一个表情浮夸 有些谢点 发型像猫头鹰的男人出现了 他才是真正的表九 不愧是做演员的 他先装作一副关心孩子的模样 可是在得知 需要等到孩子们成年才能拿到遗产后 他的表情立马就变了 于是趁胖叔离开后 他露出了丑恶的嘴脸 表九列出了一张两米长的清单 上面密密麻麻写满家务活 就是为了折磨三姐弟 弟弟产着发霉的碗筷 身旁落着像山一般高的盘子 妹妹卖力地擦着洗干净的碗碟 看着在碗柜里安家的老鼠 还有擦不完的地 三姐弟没有抱怨 而是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够感化表九 谁知对方毫不领情 反而越发得寸进尺 他带着一群狐朋狗友来到家 还让孩子们帮他做晚饭 可厨房里除了一堆破铜烂铁 什么也没有 幸好姐姐在抽屉里找到了一些通心粉 于是他们利用上闲置的檀鱼做锅 煮出了一顿像样的饭菜 谁知表九却以晚饭没有牛肉为由 朝着孩子们发火 还给了弟弟一巴掌 并抓起妹妹做事要摔死他 虽然被姐姐拦住 可是三人晚上也被表舅关进了破旧的阁楼 原本刚刚经历了失去双亲的痛苦 现在又遇到这样的亲戚 一般人可能撑不住了 但好在孩子们还有彼此 于是三人开动脑筋 在破旧的阁楼上搭出来一个温馨的帐篷 并摆上父母的剪影 总算是找到了一些家的味道 第二天 表舅态度180度大转弯 说是要带孩子们出门游玩 谁知他心里打的什么算盘 果然途中他借口要给大家买饮料下个车 还把车停到了铁轨上 一辆车被停在铁轨上 车上还关着三个小孩 不远处火车呼啸着打来 可是车门却被紧紧锁死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记忆力超强的弟弟在脑海中不断寻找解决办法 突然他想到了铁轨变轨器 只要一动它 孩子们就能躲过一劫 听到这里 姐姐开动脑筋 她绑起头发 撕下座椅上的皮绳 又让妹妹咬下玩具娃娃的头 再挖出座垫中的弹簧放在娃娃头下 瞄准变轨器 发射 成功套住把手 三人在火车及时过来时 拉动了变轨器 救了自己一面 而在小卖铺里幻想自己愿望成真的表舅 在没有听到巨大的撞击声后 笑声戛然而止 他的杀人计划失败了 在得知表舅恶劣的行为后 胖叔以不具备监护人资格的理由 剥夺了表舅的监护权 带走了孩子们 随后 他将三人送到了一位生物学家叔叔那里 据说这位叔叔和自己的父母是要好的朋友 只见这位叔叔脖子上挂着一条黄金马 看着有些吓人 谁知对方只是外表冷漠 其实对待孩子们非常热情 他的家里遍布各种爬行类动物 仿佛置身野外 虽然惊悚 但在叔叔的介绍下却显得如此有趣 可是谁知邪恶的表舅并未放弃夺取孩子父母遗产的想法 这次他竟然假扮成生物学家的助手 来到了叔叔家 尽管他化了妆便了样 但那副丑恶的嘴脸孩子们过目不忘 奈何叔叔不认识表舅 于是并不相信孩子们的一面之词 将表舅邀请到了家中 孩子们不断提醒叔叔要提防这个陌生人 对方虽然表示会小心 可是悲剧还是发生了 第二天夜里 叔叔就惨遭毒手 死因竟然是被毒蛇毒液害死的 孩子们知道叔叔并没有饲养毒蛇 可是因为拿不出证据 差点就要被假扮助手的表舅给带走 万幸最后一刻 妹妹和巨蟒玩耍的场景吸引了警察们 他们才知道这条巨蟒性情温顺不会攻击主人 也才查出是表舅用毒液害死了叔叔 真相大白 可是刚刚还在假扮助手的表舅 此刻却一溜烟跑掉了 几经波折 三个孩子这次又来到了另一位亲戚家 据说这次的监护人是一位阿姨 他家有一栋海景房 虽然风景不错 可是居然建在悬崖上 看起来摇摇欲坠 一个海浪打过来 房子都能抖三抖 第二天 孩子们跟随阿姨一起来到市场购物 就在这时 一位老船长突然出现 孩子们定睛一看 这不是表舅吗 于是赶紧提醒阿姨快点走 这里有危险 谁知阿姨有颗恋爱闹 被表舅的一番花言巧语迷的团团转 竟然答应和对方回家约会 留下了一脸担心的姐姐和弟弟 等到姐弟二人回家时 房间里早已空无一人 姨妈和表舅都消失了 窗户也被打碎 家中还留有一封遗书 好在聪明的弟弟一眼就看出这是一封求救信 根据姨妈从来不会犯的语法错误 弟弟解出自谜 得知对方已经躲到了对面的一座小岛上 就在这时 一阵剧烈的海风袭来 房屋瞬间支离破碎 冰箱更是晃晃悠悠朝着他们划过来 三姐弟拼尽全力躲避危险 可是当他们抬头后才发现 刚刚还完整的屋子 瞬间只剩下一块木地板 谁能来救救这三姐弟 他们遭遇了狂风的肆虐 刚刚还赖以生存的阿姨家 竟然被撕成了碎片 不仅如此 三个小孩竟然还要去对面的岛上解救逃命的阿姨 万幸阿姨在山洞里安然无恙 原来阿姨是为了躲过表舅的追杀 不得已才逃到这里来 这下他们立刻返航 可是途径的湖中有可怕的变异水质 他们遭到攻击 木船瞬间被啃出了大洞 眼看大家就要落入水质口中 千军一发之际 一艘铁皮小艇缓缓靠近 大家还以为是遇到了救星 靠近一看 竟然是阴魂不散的表舅 他把姐弟三人救上了皮艇 却狠心将阿姨丢进了水中 阿姨遇害 看起来救下了孩子们的表舅 顺理成章夺回了抚养权 表舅再次问出怎样才能获得遗产 这时胖叔想了想说 除了等孩子们成年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拥有直系亲属或者夫妻关系 听到这里 表舅心生一记 他要策划一场与婚礼有关的戏剧 然后用妹妹作为威胁 逼迫姐姐和他演这场结婚的戏 在众人的见证下 成为姐姐的丈夫 姐姐为了妹妹的安全 被迫答应下来 婚礼当天 就在交换戒指这个环节时 弟弟赶到塔顶及时救下妹妹 看见妹妹安全 姐姐放慢了签下结婚协议的速度 与此同时 弟弟也在这个塔顶 发现了自己家失火的真相 天空中一道阳光投射下来 正好聚焦在这面巨大的突透镜上 弟弟一动着镜子 竟然看见了自己曾被大火烧毁的家 他马上明白 这一切都是表舅所为 原来杀害父母的仇人 就在自己眼前 楼下表舅正举着结婚协议得意忘形的炫耀 并且说出了心中所想的一切 这时 从天降下一道金光 正好将文件点燃 协议作废 得知了他罪行的警察们将他捉拿归案 而姐弟三人的冒险之旅并未结束 这次没有了表舅的骚扰 他们会去到怎样一户人家呢